每年这个季节呀 妈妈都会熬上一大盆的猪皮冻 每次吃啊 都有童年的那种味道 今天呢 我就把这个特别好吃的做法分享给您 一定要点赞收藏 要不然找不到我 首先呢 去市场买二斤的鲜猪肉皮 将肉皮冷水下入锅中 加入料酒 煮出雪末 捞出洗净 去掉里边的油纸 刮一下表面上的猪毛 切成均匀的小丝 加入少许的盐和食用面碱 反复搓洗几遍 去掉油泥味 肉皮中放入温水 多洗几遍 洗出油脂 这个时间我们切点猪瘦肉粒 水开下锅焯水 煮一分钟捞出洗净 将肉皮放入蒸屉 放入焯好水的肉粒 按照一斤肉皮三斤水的比例 加入锅中 下入姜葱八角和花椒 盐鸡精调味 生抽调色 放入几个熟的虾仁 盖上盖子 水开进时蒸90分钟 时间到 剪出香料 倒入模具 冷藏着定型 这样做出来的肉皮凳 QQ弹弹特别好吃 没有防腐剂和添加剂 大人孩子都可以吃 如果您第一次点进我的视频 一定要给我留个双击和一个关注 方便以后有什么不会做的菜能找到我 老弟还是那句话 关注我您不会损失什么 但是不关注我 您会错过很多 我是大海 咱们明天再见